中國大陸真的很有戰略的耐性 在南海的這一塊 但菲律賓不斷的呢 在挑釁碰瓷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跟東盟國家都很好 王毅也即將要去訪問越南 訪問印尼了 那跟越南也關係很不錯 我們現在看到小馬可是 你這個時候又講這些話 說什麼呢 我們菲律賓 沒有計畫開放更多基地給美軍 你已經開放很多了 他說沒有更多了 然後如果非國的軍人 被外國勢力殺害的話 就會啟動美飛防禦條約 你怎樣 你覺得中國大陸會被你嚇的嗎 我們再看到下一張呢 美國真的是很愛炒作南海的議題 尤其是拉著菲律賓 美軍首次在部署了中程飛彈 美國媒體說 可以打到中國大陸的沿海 這是太平洋陸軍 他們在官網消息說 他們其實在旅宋島北部 部署了中程打擊能力 中程能力導彈系統 代表有里程碑意義 意思就是我也可以打到 你中國大陸這邊去 原本我們就估計 美國要部署這個中島 對 要不就在日本 要不就在菲律賓 那我們也有過這樣的一個推斷 尤其我記得我在我的視頻裡面 有談到 這個事情中國不可以做事不管 也不可以等閒四肢 那必須要有針對性的去回應 怎麼樣有針對性的回應呢 也就是說有幾個方案 第一個誰部署中島 那中國就要對那一些國家 那麼進行核打擊的威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多次的強調 中程的彈道導彈 你不確定它裝的是常規彈頭 還是核彈頭 對 因為中程的彈道導彈 它的造價比較貴 你如果裝個四五百公斤的 這個常規彈頭 它的殺傷力不是很大 是很有限的 所以一般來講很有可能會裝 這種戰術性的核彈頭 那因此呢 誰裝了美國的中島 來對付中國大陸 那中國就必須把導彈 對準那個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件要做的事是什麼呢 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 對於美國的本土 必須要盡快的建立起 三位一體的核打擊能力 那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必須要把空中的 海上的潛射的 以及陸基的 這些洲際的彈道導彈 一定要更多的 瞄準美國的本土 對 換言之也就是說 當美國從它靠近中國的 海外的基地 發射任何一枚中程的彈道導彈 中國都要把它假定 它就是核彈 對 那中國就必須要在第一時間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 包括這個洲際的彈道導彈 對美國的本土進行核打擊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要強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於 美國的周邊的國家 那麼也就是在加勒比 以及在拉美這些地區的國家 要更加強化他的政治 經濟還有軍事的合作 那也就是說 無論如何要加強在這些國家 也對於美國的本土 進行中島的基地的一個部署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做的事 也是美國既然已經 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那在這個情形下 如果中國大陸還隱忍不管 或者是說還客氣 那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那就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所以中國的核導彈 就必須要瞄準 菲律賓的所有的重要的戰略城市 以及美軍部署在菲律賓的 所有的軍事基地 都應該是要在中國的 核導彈的打擊範圍內 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是吃素的 你要這麼搞 中國大陸也是有能力跟底氣的 尤其在東盟這一國家 最近消息當然來看到 王毅會從4月18日到23日 訪問哪裡 印尼 柬埔寨 巴布洋倫 擠內亞等等 這些其實在東盟國家 都很有影響 尤其是印尼的這一塊 尤其你看阿菲律賓這樣鬧事 然後這個第一個 小馬克是說 我們沒有要給更多基地了 甚至他還說 我們每日飛豐會根本不會影響 中國大陸在菲律賓投資 真的嗎 都你在說 那另外其實 這個說到了南海這個局勢 我們第一個等一下要問賴老師說 這個菲律賓這樣講 這個人家會理你嗎 還有來看到是 新加坡才重要 新加坡李顯龍交棒 那要有誰呢 黃巡才來接任 這個下一代的領導人 那其實5月15號要交棒 那這個黃巡才要介紹一下 他是抖音才人 非常喜歡T-talk 而且李顯龍他也有新的職務 是國務資政 然後他曾經去年訪華的時候 就說永遠別壓中國衰弱 那當時的時候我們也看到 中芯因此互免千三十天 還有數位人民幣 都是黃巡才當時有敲定的 小馬克是直接對於他的人民 說了兩個謊言 說謊 說了兩個謊言 第一個謊言就是說 不會影響中國大陸在菲律賓的投資 這是一個第一個謊言 這個謊言是天大的謊言 本來中國大陸在菲律賓的南方 連接到北方有基礎建設的投資 三條鐵路 那三條鐵路本來 中國大陸要去經營 那由於小馬克是本身的出爾反爾 由於小馬克是本身的言而無信 那這條這三條鐵路 中國的企業已經沒興趣了 所以已經這個不再投資了 也不再經營了 這怎麼沒有影響投資呢 對 投資可大的 這第一個已經是 所以小馬克是直接的說謊 第二個就是觀光旅客 觀光旅客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說由於中非的關係不好 情期下在疫情結束以後 那中國大陸到菲律賓的旅客 事實上是大量的減少 對 雖然比疫情期間有所增加 但是問題就是 以中國跟東盟的國家的 增加數量來看的話 那菲律賓是最少的 馬來西亞 泰國 新加坡 多的不得了 所以很明顯的 那就是一個疫情減少了 去菲律賓的旅客減少 對菲律賓的採購 還有對菲律賓的投資 當然也會減少 所以小馬克是第一個就說謊了 第二個說謊 他說他會給菲律賓 帶來一千多億美元的新投資 從美國跟日本 請問一下到今天為止 有哪一家美國的企業廠商 還有日本的哪一家企業廠商 還有美國政府跟日本的政府 什麼時候他跟菲律賓說 我們計畫明年或是今年開始 到你的國家進入什麼樣的投資 我們沒有聽到 都是菲律賓的駐美大使 自己在那邊吹吹吹 對 我們聽到的只是說 他們講的是美日非的聯合聲明 要對抗中國 但是沒有聽到他們說 他們要到菲律賓來進行 一千多億美元的投資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很明顯的就是在於 欺騙菲律賓的老百姓 那老師你怎麼看那個新加坡 未來的新的這個接班人 我覺得那個新加坡已經開始 啟動那個新接班人的一個計畫了 那下個月就開始了 那也就是黃勳財的時代就來臨了 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 這段時間世界不太平 這個中東地區不太平 歐洲也不太平 亞洲這個地方美國已經插手 想辦法去煽動緬甸的內戰 更加的頻繁 然後目前又在南海這個地方 挑撥菲律賓跟中國大陸來搞對抗 所以整個東盟的國家其實 那麼安全的局勢並不太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在目前來講經濟的復甦 由於中國的這個經濟的復甦 的力道非常的強大 第一季的財報已經出來了 5.3% 5.3%的這個成長率 當時美國華爾街等很多 美國的媒體都說 中國大陸第一季啊 頂多4點多了 看摔中國 自己打領自己 4.6%到5.3% 這相差是如此的大 因為中國的經濟量體是很巨大的 所以一個百分點 那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以18萬億美元來說 一個百分點就是幾千億美元 對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就可以理解到 歐美的媒體 他們對中國的經濟 根本一點都不了解 而且他們只想唱衰 唱衰 再唱衰 但是每一次的唱衰 都打自己的臉 不過我覺得他們開心就好 對 開心就好 東盟國家很多國家看得清楚 對 那所以東盟的國家 事實上是跟著中國的經濟 這般列車再往上走 那因此呢 對於李顯龍來說的話 以目前來講 他的情況還很好 對 所以他可以開始交棒了 那黃勳財是經過精心培養的 歷任八位部長 也就是各種經濟 教育部長 國防部長 國家發展部部長 很多的部長都擔任過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 很熟悉整個內閣的運作的方式 那各位想想 這樣的一個精心培養的人 他來接這個新加坡的一個總理 如果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的時候 理智政都可以給幫忙 理智政 對 理智 當初李光耀也是理智政 他也提供給他們的幾任的 這個新加坡的總理 很多的建議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要培養人 在第一線上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安排 時間點也排得非常的剛好 我個人是認為 新加坡本身因為國家小 人口少 但是人口密度高 人均所得高 要維持這樣的一個生活水平 不容易 不容易 這個政府必須要是非常精幹 非常有能力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新加坡 是一個不容易的一個國家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們對於政府的人才的培養 是一直都是按部就班 循勢漸進的 我個人覺得黃心才的時代 也就是說他的考驗是開始了 一旦他經了其考驗的話 我想新加坡未來的政局 將會更好 因為要維持這樣的一個經濟水平 坦白說這個政治交易亂 政府的領導力不夠強大的話 那很快的 從富有的國家到衰敗 那坦白說那是速度很快的 對 那最後再問一下廖老師 您覺得接下來 中國大陸跟新加坡關係 會更上一層樓嗎 當然會 對 新加坡的智庫的調查 他的智庫調查說 東盟國家有十個國家 對 有三個國家最親美 排名第一的是菲律賓 八成多 第二名的是越南七成多 第三名的是新加坡六成多 可是問題就在於我估計啊 我覺得隨著中國 因為中國不但是崛起了 而且中國是越來越高素質的發展 我們叫做薪質生產力 所以中國的產品是越來越高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中國的人均所得跟中和國力 是越來越強大 第三個就是中國的軍力 提供給這個東盟國家安全保障的能量 會越來越強 在這個情形下的話 那在安全上 新加坡過去是比較依靠美國 未來新加坡 不需要那麼的依靠美國 因為同樣是華人的一個國家 它在安全上 其實中國可以提供更大的 安全上的一個協助 那一旦是如此的話 那再加上新加坡跟中國的關係 經貿關係是如此的深厚 理論上講 新加坡應該是要慢慢的 更傾向於中國 所以我覺得 平衡的可能性是越來越高 也就是說 目前是六成多親美 因為他要你選邊站的時候 六成多親美 很有可能在黃勳采的任內的時候 可能就是五成對五成 或者是五成多對四成多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有可能 對 尤其中國大陸 又沒有要侵占 東盟國家的野心 不像美國在東盟 或者是南海 其實都有一些小心思 因為要圍堵中國大陸 尤其說到中國大陸的崛起 中國大陸不是吃素的 重返了海權大國 所以賴老師你怎麼看 美國常常喜歡拜登打群架 然後號召了這些什麼好多盟友 美日飛 澳 四國舉行演習 但是一天就沒了 慫了嗎 因為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兩艘艦艇 也在旁邊看了 南寧號052D的飛彈記錄件 還有海王星號電子偵察船 所以都出現在你六海裡的地方出現這兩艘 那我們知道052D很強大 64垂發 還可以放櫻崎18 紅旗 9B等等的 另外海王星號電子偵察船 他厲害的就是這個大球 然後可以徵收非常非常多的一個記錄 你們四國在那邊演太棒了 以敵來練兵 無線電雷達武器這些系統 我通通都可以看得出來 還可以進行情報分析 美國拉的這些盟友 因為這是拜登政府的特色 跟特朗普 跟川普是完全不同的 川普認為盟友的效果很有限 而且大部分都是那些小國要利用大國 然後美國他又不想當一個凱子 而且如果你要拉我大國 你就必須要付費 這個是川普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要這個韓國付錢 要日本付錢 那麼甚至在歐洲要德國付錢等等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就使這些小國 他們總感覺 就是說美國並不怎麼可靠 可是問題是拜登又可靠在哪裡呢 拜登的做法就是脅迫他的盟國 就是說你必須要跟在我這邊 對抗中國 如果你不對抗中國 那我就修理你 這就是不管透過經濟脅迫 或是透過安全脅迫說 你如果不跟我站在一起 我在安全上是不保護你 另外就是我在經濟上 我就要打壓你 我要制裁你 好 所以使這些國家盟國 他們就必須要俯首稱臣 那在南海呢 他就把日本找來了 對 那找日本找來 那找日本幹什麼呢 那彼此之間 事實上是勾心過鬥角 為什麼 因為日本自己有盤算 日本的盤算就是 我跟你參加軍演 對 那你總應該讓我 那個正常化嘛 也就是我應該可以 自己組建軍隊嘛 對 那所以日本他的做法就是 把整個憲法的這個 不以武力作為解決 國際爭端的手段 丟在垃圾桶了 所以日本本身已經不再是 一個典型的法制 不是和平憲法了 他不是法制國家 因為他直接 公然的違反憲法 所以這一個除了會造假 因為他們的烘田 他們很多的汽車 還有核能電廠 東電 他們除了會造假 而且前段時間 那個紅區什麼樹的 也在造假 反正就是那些 你知道他們日本 現在是造假王國 他們除了會造假以外 汽車工業造假 食品工業造假 制藥工業造假 核能工業造假 除了這些造假以外 他還可以直接違法 違憲 那這樣的一個國家 坦白說他想違憲就違憲 不是法制國也無所謂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日本能起什麼作用 其實很有限 好 那再來問 那就問的就是澳大利亞呢 澳大利亞現在知道 他必須要平衡美國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就變成是很低調的 參加你的演習 對 很低調 他沒有派軍艦 對 很低調 對 很低調 再強調很低調 安安靜靜的 不坑一聲的 過去莫里森的時候 是大張騎鼓 現在艾班尼斯的時候 嘴巴閉得緊緊的 然後跟著你這樣演一場戲 演完了趕快就走 趕快走溜走 好 剩下的就是美國了 那美國有沒有誠意呢 沒有 派一個平海戰鬥艦 對 平海戰鬥艦 我們在上次已經分析了 那是爛船 對 好 那派了一個 平海戰鬥艦 那剩下的就是 菲律賓的舊船跟爛船了 中國大陸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收集你的情報 對啊 所以中國的這個海戰船 就過來了 對 而且貼得你很近 六海里 六海里 很近 很近 很近很近 所以就貼著你 我就直接看你 我收集你的參數 那美國一 日本一看 哇 那我的這些通訊系統 軍事通訊系統 都被你收集 曝光 曝光的話 那不行 所以他們的演戲 就草草這件事 對 坦白說 兩個字 丟臉 丟臉 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這個擺拍是好看 看起來浩浩蕩蕩蕩 那個慢速船要跑第一 對 賴老師已經解釋過 這個船的意義就是 慢速船要第一 美國這麼先 比較先進的 要後面 不然會跟不上 這個擺拍 另外的重點是 袖真實力 我這電針船就出來 你們啊 你擺拍給我看啊 我就好好的徵搜 所以到底誰是虛 誰是實 誰是指老虎 引發討論 所以吳謙 中國大陸外交部 國防部發言人說 我們才不會 任憑菲律賓 無理取鬧 那現在呢 美國不斷的 吹菲律賓 說啊 我們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涵蓋了仁愛礁 還有這個破船 真的嗎 因為呢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第五條是 任何締約方 受到的武裝攻擊 包括本土啦 太平洋島管轄啦 還有公務船等等的 好 那這些論點來看 仁愛礁你是嗎 因為南海仲裁案 你們不是最愛講嗎 他上面根本不具備 島嶼地位 所以沒有領土屬性 因此呢 他就不適用 另外呢 馬德雷山號 他找到退役 也不是公用船隻 所以也不能呢 叫做呢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意思就是 我們會幫你幫你 但是根本就用不上啊 我覺得 其實說實在話 即使用得上又怎麼樣 中國他不怕你喔 問題就在於說 對於國家的主權 領土的主權這個部分 解放軍有退路嗎 沒有 我們只問嘛 解放軍有沒有退路 不會 解放軍如果膽怯了 害怕了 不敢了 他怎麼向14億的中國人交代 沒錯 那所以解放軍沒有退路了 他只能往前走的 那你美國 你要很清楚喔 你一旦介入就是 跟中國打仗 開戰 那你要嗎 你敢嗎 我再強調解放軍沒有退路 所以一定打 你美國打還是不打 對 那所以你的所謂的 你跟菲律賓的條約 那是你跟菲律賓的事啊 對啊 但是你只要碰到我 那就是我們兩個的事啊 你的條約碰到我的領土 但是我沒有退路啊 對啊 那我就跟你打啊 那你要美國要打 那就來打吧 我才不相信解放軍會退 對 所以解放軍不退的情形下 那就是你美國打跟不打的問題而已 對 那你美國如果你今天說 我一定要履行這個條約 我就一定要打 那就來打吧 對啊 我再強調解放軍沒有退的可能性 那就一定打了 對 那一定打了 那請問一下 你美國會贏嗎 我才不相信 我更不相信美國敢打 坦白說 我就是不相信美國敢打 所以美國的那個條約對我來講 是一張廢紙 對 而且美國的軍隊 根本不敢跟解放軍打 我坦白講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解放軍一定會打 那最後你美國絕對不敢打 對 所以您認同賴老師的論點嗎 就是說 美國在南海這個地方 哪敢跟中國大陸打 而且你打的話 恐怕也會碰子 我們說呢 美國要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呢 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都紛紛的 到了中國大陸訪問 而且希望靠向中國大陸 為什麼呢 賴老師剛剛也特別提到 中國大陸 今年經營也真的不錯 第一季的GDP 比去年同期增長5.3 高於去年第四季的5.2 你不是唱帥嗎 很打臉啊 甚至還有傳出高炫把 中國大Q1 上修到7.4 代表說它有韌性 好那 這個來訪問的 現在比較重要 當然是消資 德國總理消資 那他要見李強啦 也有習近平主席 然後呢 他們兩個會面的時候呢 其實習近平主席說 中德要客觀看待 產能的問題 中德是世界第二 跟第三大經濟體 鞏固中德關係 真的很重要 對於歐亞大陸啦 還有全球都有影響力 當小小資跟隨美國 因為那是美國葉倫提出來的 產能過剩啊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拜登政府 就是造詞政府 對 每年造一詞 第一年造的就是國家安全 第二年造的就是去風險化 然後也就是跟中國脫鉤 後來發現這個國家安全 你會玩我也會玩 最後就是你講國家安全 我也講國家安全 所以你的美光也被我制裁了 然後我因為國家安全 所以我加根者也不出去了 我因為國家安全 西土也不出去了 然後我可以因為國家安全 你以後什麼東西都賣不進來 我可以因為國家安全的關係 你的這個iPhone的一些APP 你就不能用 對 那你iPhone搞不好 你就完全不能夠在中國賣了 對 那你的特斯拉 也因為國家安全 也可能也都不准賣了 所以你會玩國家安全 我也會玩國家安全 玩到最後 然後美國人發現自討沒去 對 所以後來就不講國家安全 就換去風險 去風險 你去風險我也會去風險 對 那去風險就打壓嘛 那就脫鉤嘛 那脫鉤可以啊 所以中美的貿易 一直在下降 但是貿易赤字順 中國的貿易順差 繼續在增長 那換你這 就是我跟你買的東西 越來越少嘛 好 美國玩一玩以後又無趣 因為歐洲人 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說 我可以跟中國脫鉤啊 沒有辦法 那我也不能再去風險 因為你告訴我 什麼叫去風險啊 就講不出所以然來 葉倫現在就創作一個 叫做產能過剩 這個產能過剩又是笑話了 為什麼 因為當蕭爾茲到中國來講 產能過剩的時候 蕭爾茲在這個部分裡面 腦袋就有點問題了 我把它稱之為 腦袋進水 為什麼 你德國幾千萬人 八千多萬人 對 那你Volkswagen的產量有多少 非常大 早就超過你本人的 本國需要的 你的汽車工業的產量有多少 而且不要忘了你德國是出口導向 對啊 你德國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中國是進口導向 因為中國的65%的GDP是國內生產 中國的國外輸出貿易只佔GDP不到35% 對 比美國還低 美國還比中國高 所以中國並不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而你德國是出口導向型的國家 出口導向型就是產能過剩 是啦 坦白講就這麼簡單 對 所以你看日本嘴巴閉緊緊的 因為日本也是出口導向型的國家 對 所以日本如果要講產能過剩的話 大家就問說 你的Toyota 你的車 你的車子 還有你的電器用品 家電都可以關掉了 你的制藥也可以關 因為你人口才1億多人 你沒有人那麼多要吃藥 那你小靈芝藥也不要賣了 也不要毒人家了 對不對 也不要毒人家了 好啊 所以這些出口導向的國家 嘴巴都閉得緊緊的 坦白說你們閉嘴最好 那蕭老師這張嘴就閉不住 就要講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是客氣啦 要健康對待啦 要正確對待啦 因為我中國不是出口導向了 你才是出口導向 真的 所以你是產能過剩 不是我產能過剩 這個要搞清楚 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跟著美國講產能過剩的國家 你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出口導向 你的出口比進口還多的話 你就把嘴巴閉起來 對啊 蕭老師這個我會補充個數字 你什麼產能過剩 講中國大陸電動車或汽車啦 那你看這個圖表 2023年是西方做的 說如果就出口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2023年出口量 大概是汽車的產量15% 韓國是70用於出口 德國75% 日本是50%在出口 這些才是要產能過剩吧 好 那另外 你看蕭茲賴老師說 腦袋進水 這扯這麼產能過剩 這自打嘴巴 然後當然 那來中國大陸這邊 他也講了一些 好聽的話 說要確保汽車領域公平競爭 中國大陸有跟你 那個嗎 怎麼樣嗎 有什麼傾銷嗎 過剩嗎 侵權問題嗎 沒有啊 他說要公平競爭 然後他也提到說 小國不應該 生活在對大國恐懼之下 各方不以武力來改變邊界 然後他說 中國大汽車總有一天 會輸入到德國啦 歐洲啦 當年日韓進入歐洲 民眾擔心事情也沒有發生 我覺得這個拜登 應該首先跟 美國講這句話 小國不應該 生活在大國的恐懼下 我覺得 蕭老師 麻煩你跟拜登講這句話 對啊你們可以溝通 小國不能夠生活在 大國的威脅下 那請問一下 加勒比的這些小國 是不是都生活在 美國的威脅下 門路主義嚇死人了 全部都是啊 對啊 對不對 你們歐洲哪一個國家 不是生活在美國的威脅下 眉頭之下啊 小小子 你去跟印度人講 小國不應該生活在 大國的威脅下 你跟印度人講一講 因為尼泊爾啦 布丹啦 斯里蘭卡啦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啦 你看他們怎麼欺負 馬爾蒂夫 印度人 印度人 為什麼你不去跟莫迪講 小國不應該生活在 大國威脅底下 為什麼你不去跟拜登講 小國不應該生活在 大國的 運營底下 我覺得又是腦袋進水 他第二次腦袋進水了 這個實在是 好那我們再問 另外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德國對於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他是反對歐盟 對中國電動車進口 因為他自己也需要啊 因為他出口到中國 對啊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歐盟 一旦是如此的話 那中國也對不起啦 我也反制 那我也要對付你 我也要反制 沒錯 那一旦中國也開始 反制了以後 那請問你德國 你還怎麼火啊 真的不用火了 而且難道只有汽車工業嗎 還有很多的工業生產區 也可以去調查一下 德國很多這種製造 是滿強的 而且呢 化妝品也要調查一下 法國 保養品啊 也要調查一下 所以要調查的東西多得很 真的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歐盟給任憑 篷德萊恩在胡搞瞎搞 而你們這些大國的領袖 你是總理耶 篷德萊恩只不過是一個部長 是 你們做一個總理的 如果說連一點Guts都沒有 連一點氣魄都沒有 不能夠阻止篷德萊恩亂搞 那我是覺得說 你們是自己找罪受 對 所以現在歐盟啊 很多的這些 像篷德萊恩啊 還有一些官員常常說什麼 哎呀中國大陸才能過剩 中國大陸當年補跌啊 我們上當等等 不斷的潑髒水 但是呢 德國的這些企業 真的是希望你們這些政客 不要這樣搞啦 尤其是小子現在被說 你啊就是被這些企業 拉著呢去中國大陸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重要啊 比如說德國企業的 工業協會的主席穆勒就說 如果對中國大陸汽車 徵收反補貼稅 你會有負面的影響好嗎 尤其是呢 中國大陸是很重要的市場 因此呢很多的媒體也提到 德國汽車工業需要合作 而不是對抗 中國大陸對德國的企業工業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中國大陸也是有籌碼的嘛 歐盟現在對很多中國大陸領域 進行了反補貼調查 中國大陸現在呢 也要對歐洲進行反補貼調查啊 尤其呢是歐洲競爭官員還說 我們被中國耍了好多年 真的要採取更多措施 到底耍了你什麼啦 那尤其呢中國大陸也可以有些反制做法 譬如說呢 進口商取消 從歐洲訂了4到5批的玉米訂單 還有呢也要對歐盟百蘭地發起反傾銷調查 中國事實上是歡迎你歐洲的很多汽車廠商 到中國來投資 而且跟中國來合資 成立那麼一些新的公司 或是合資公司 中國在這個部分裡面是歡迎的 對 例如說我們知道過去那個賓士 有跟比亞迪有合作 Volkswagen都有到上海 來跟中國的汽車公司都有合作 共同生產汽車 那中國門是打開的 歡迎你們進來 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你們歐洲人怎麼這麼狹隘 你們為什麼會反對中國的汽車公司 到你的國家投資 你們歐洲車可以到中國來投資 為什麼中國車不能到歐洲投資 為什麼中國車不能到歐洲投資 跟你們歐洲車合作 一起來組公司 這個就講不通 你可以來我們不能去 而且義大利的總理都歡迎 中國的三家汽車廠 他至少有一家來嘛 比亞迪等等的 那最好是三家都願意去 義大利設廠投資 那你德國一個汽車的大國之一 因為義大利也是汽車的重要的國家 不過它生產的比較高檔 可是義大利不是只想生產高檔 因為高檔車雖然利潤豐厚 但是它的量畢竟少 創造了就業人口畢竟不多 所以它希望有更多的國民車 但是問題就在於 它過去的一些國民車 事實上被標誌收購之後 那它本身它標誌想把這個場 遷到摩洛哥 這個對義大利的就業的情況 經濟發展並不好 所以它希望中國的比亞迪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投資設廠 他們就可以創造 帶動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義大利都有這種心胸 坦白說你德國也應該要有這種心胸 你歐洲也應該要有這種心胸 那不然的話 那你們怎麼到中國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 好 再強調一遍 如果你歐盟要開始違反自由貿易原則 中國大陸又不會坐視不管 因為這一次我看到習近平主席 跟這個蕭爾茲就講得很明白了 新三樣 不可以哪樣 就是電動車 電池跟光伏電板 那不可以哪樣 那我想這句話講得 直接點名講得很明白了 如果他們還打壓的話 那當然中國不可能坐視不管 不會坐視不管 因為中國大陸手的牌也很多 我可是進口你非常多東西 你真的要打壓我的新三樣 這新三樣賴老師講的 這都是對全世界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說什麼中國大陸產品好 然後就要打壓 這會害到全世界的這個綠能的這一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好感動 兒子 寂寞 唱 合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